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这个猜想的 在《山海经》中描述西王牧的内容有三段 《西词三经》记载 《又西三百五十里,约玉山,是西王牧所居也,西王牧其壮如人,抱尾狐耻而善孝,捧发待圣,使四天之利及五残》 《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 西王牧其己而待圣丈 其南有三青鸟 为西王牧取食 在昆仑须北 《大荒西经》记载 西海之南 流沙之滨 赤水之后 黑水之前 有大山 明曰 昆仑之秋 有人 待圣 胡齿 有豹尾 雪楚 明曰 西王牧 以上这三项都是描述相同的一个西王牧 丁振宗认为 在这些记录中 如果按照传统的解释 西王牧是一个像人又像兽 而且凶残的怪物 尤其是那句 四天之利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丁振宗认为 四天之利和五残是一种职业 类似于今天的工程师 丁振宗说 四天之利和五残都是只残杀 但不是杀人 而是 拆解机器 为什么呢 如果你曾在修理厂工作过 时常会见到 有许多机器被拆解 这是因为 它们太陈旧了 不适合继续操作使用 所以就会被拆除 然后把旧的零件再更新 或者放进火炉里熔掉 重新铸造 在拆解这些机器时 常用仪缺或者电壶来切割 这不是很像在解剖和行刑吗 西王牧的工作之一 也就是要审核 鉴定 批准拆除 和改装一些不适用的机器 这就相当于 对它们宣布死刑 也就是《山海经》中所说的 四天之利 即五残的工作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西王牧要学杀 为什么有一条鲍尾 从前面的讨论 我们可以知道 西王牧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在阅读文件 看图纸 所以 它不必时常往外跑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躲在一座建筑物内 很可能 那座建筑物很高大 像一座山峰 它的大门 就像是山洞的入口 于是 《山海经》便形容它 常常学处 在建筑物内 应该有空气调节系统 供给它所需要的气体 因为 西王牧是来自外星球 它很可能 无法适应地球上的氧气 所以 当它必须走出室外时 就要穿上太空服 戴上头盔 再有一条特制的软管 从那座建筑物里 把适当的气体 输入太空服内 供它呼吸 这和今天的宇航员 在太空中是一样的 当宇航员们 要离开太空船 出外做实验时 除了要穿太空服 和戴头盔之外 还有一条软管 和太空船相连 以便供应呼吸用的氧气 很可能 供应气体 给西王牧的那条软管 是连接在 它的太空服的背后 靠近臀部 所以 看起来 好像一条尾巴 这些软管的外表 都有一层纺织品包裹着 构成各种不同的图案 很可能 西王牧的软管 看起来 就好像抱的尾巴那样 所以 《山海经》便写下了 西王牧有报为的记载 那么 为什么说 西王牧善效呢 如果西王牧真的头戴 密封的头盔 那么 她说话的声音 就不容易传出来 所以 当她要和远处的人通话时 就会用外置的喇叭 话筒在头盔内 喇叭在外面 如果你参加过会议 经常可以听到喇叭尖锐的笑叫 同样的道理 西王牧的喇叭 也可能经常发出尖锐的声音 为什么说西王牧有虎齿呢 西王牧穿着密封的太空服和头盔 她与外界的连接一定是靠无线电 这就需要天线 有可能天线就在口腔的外面 看上去像老虎的牙齿 所以 《山海经》就记载西王牧有虎齿 丁振宗认为 以上所引用的事物 都是现代人常见的东西 大家都很容易明白 用它们来解释西王牧的形状和工作性质 就不会觉得《山海经》的记录很怪诞了 这比把西王牧想象成 一直有超能力的怪兽更合理 不知道你能否接受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银雾营社 我们下期再见